大家好,我是Coco 今天在這一段非常短的影片中 我要跟大家介紹儒家跟道家的不同 這應該是過去三千年來最簡單 也是最明白、最確定的介紹 首先,我們假定一個狀況 假定你家住在鄉下,有一天發生土石流 一顆大石頭堵在你家門前,你要如何處置? 儒家的做法會是用機具、炸藥等一切方法除掉大石頭 讓周邊恢復原狀 道家的做法則是可能會修改房屋 改變房屋出口的方向 以及利用大石頭做基礎 在上面建造房屋的延伸 當然,我們這裡採取的一切作為都是不考慮法律因素的 所以我的結論是,儒家跟道家的差別非常非常大 儒家是要改變自然,而道家是要順其自然 儒家是要順著人性而逆自然性 道家是要順自然性而逆人性 二者都是要做很多事,但做事的方向相反 因此,不要以為無為是無作為 無為的意思是無法被察覺的作為 所以,司馬遷在《老子和非列傳》中說 師之學老子者,則處儒學 儒學意思處老子 道不同不相為謀 最後,希望大家有機會看到Coco的電視劇 謝謝各位,我們下次再見